大家好,好久不見了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關於音樂方面的東西 因為這一年半來我們比較少經歷花在影片 或者是社群媒體上 原因是因為我幾乎都把時間放在音樂上面 甚至我連我之前很喜歡的健身看電影 演娛樂幾乎也都捨棄掉了 而經歷了很長一個過程 至今終於有能力把一些我腦袋中的想法 付諸實現 不過一年半的時間當然說長也還是不長 所以我還在持續的進步當中 但是呢很開心我終於可以用不同的以往 在後續改編的方式 跟大家來分享我腦袋中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這次即將會推出 我個人全原創的貓式遊戲原生袋 這是我們工作室所做的一款遊戲 這個原生袋呢我這次並沒有打誰要賣 因為它是我人生中的 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階段的達成吧 也是我所最真愛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東西呢 心態必去 能量它的話也有點太廉價了 所以我打算直接把這個原生袋送給大家 限量一百份 沒錯就是送完這一百份之後 它就絕版了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有紀念價值的收成品 至於怎麼送呢 最後我有一個打說 希望能夠帶領大家進入一下音樂的世界 體會一下不同的感覺 而我目前在做了這麼多呢 那我就先簡單給你們提一想段 我數數的音樂 這段音樂呢是遊戲中某一個篇章的篇等 這個篇章主要是在講述關於貓式 貓心中裡面的篇等 然後越來越嚴重 所以貓心上面的神仙長 在每二十年一次的會議檔 他表決是否要把所有地球上的貓咪同伴 撤離回貓心上 就是為了這樣的故事呢 去寫出了一個音樂 國台紙還是一個草稿而已 大概完成度60% 我就加上這個動畫的草稿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動畫也是非常草的一個草稿 打麻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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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